哇,现在还好像还在发梦一样 当然很感动 老到高的一个领域 从来没有什么过 那么接下来你看2019年 是不是就有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呢 现在我在帮海上救援的一个部门 还有一个讲海上救援的故事 其实我自己每一个故事像《美工行动》 《文化行动》也是因为它本身里面的一些小的事情打动我 因为到时候我看了那些真实的片段的时候 看到那些人,那些救援队 其实他们只是一个拿很一般的工资 就是去不准那么大的危险去请求别人 其实这种精神我觉得是,我是非常敬佩的 因为要掉很多杠虚 然后穿的那些装备都很沉 所以好像腰也有点弄伤 所以不忍心就到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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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